好 那我先请教肃清 这一个今天的国际新闻追踪的是 三星李在荣他非法使用牛奶针 那牛奶针过去在很多演誉圈 或者某一些明星身上 也有类似的新闻 牛奶针就是我们江湖传说的 做医美打的那个麻醉药吗 是 就是說呢 牛奶针其实呢 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发明 就早年最早的年代啊 古代的时候麻醉一开始是用气体 后来开始用这种注射型 它在1970年被开发出来的时候啊 我还记得他们当时 好像是研究室的人员就来想说 这样的一个麻醉药 它到底好不好用 那麻醉药好不好用 他们评估两件事 第一个事情是 它能不能很快的让这个 受试的动物进入麻醉状态 所以它有这个好处 它起效非常快 就他们可以形容说 它直接打进去之后呢 没几分钟之内 你就会马上进入睡眠状态 所以一 它效用作用非常快 第二呢是 它醒来的时候呢 几乎不会有什么残存的 不舒服的感觉 没什么呕吐感 不舒服感 所以他们当时做那个动物实验的时候 就是两只小老鼠 一个呢 它是用传统的一些麻醉药物 一个就是用这个牛奶针 结果呢 用牛奶针那只老鼠啊 它在药效过了之后呢 三分钟它就可以起来 很顺利的走那个很值得 很值得 那表示它复原的很快 对 它醒得非常好 另外那只要花了40分钟 对 所以它就想说 这是一个效果非常快 短效型的 马上可以进入麻醉的状态的 而且醒来非常快的药物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药物 所以它在1989年呢 在FDA核可之后 其实世界各国很多都在使用 那使用包括刚才您关佑有讲到 其实很多女生呢 去到医美诊座 打个电波爱漂亮又怕痛 所以呢就说 那是不是可以不要痛呢 于是乎有些医生 他们就会使用这种 所谓俗称牛奶针的 Propofone一比分 就像一个麻醉科医生 他们在实施 他们就依据你的体重 你需要的手术时间 需要的形态去评估说 我应该要打几毫克 打几cc进去 所以在 它就会在预期的时间内 很快作用之后呢 在预期的时间内醒来 除非说 我的好像拖得太久 还没有做完 他们可以再加剂量 所以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他会觉得他像在睡觉 是 就是说他打针下去 他就睡了一觉 然后假设30分钟之后 他结束了 他就醒来 他就醒来 因为他就没有传统的 其他的麻醉药那种 可能醒来之后 有一些不舒服感 所以呢甚至有一些人 他在做了医美之后 他会跟医生说 医生 我好像觉得睡了一觉 起来还睡很好 真的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不能常常用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呢 有些人越常用呢 甚至他不是没风险的 为什么Michael Jackson 当时会出现那个 打了八岁针 这个牛奶针之后死掉 因为他会呼吸抑制 所以照道理 他真正的使用方法 他是打之后 他还是要 确定你的呼吸道 是畅通的 做你相关的 这些生命真相的监测 随时要注意你 是不是有呼吸 有心跳 否则到时候一个来不及 之前就有人做电波 然后打这个牛奶针之后 结果呢 就没醒来了 对 还吃客后来才告上法院 对 所以说这并不是 大家想象中说 这这么好 可是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被他滥用 因为为什么叫他牛奶针 你看下一大堆韩国明星 跟这种大老板 有钱人都在用 为什么 对 有两件事情 造成他们滥用 第一种呢 像台湾之前 爆出的社会案例 就是有一个贵妇 她花了几千万 她去所谓的诊所 买什么书眠疗程 结果后来才发现 我原来去诊所的书眠疗程 我根本就是在打这种 已经是管制药品的麻醉针 他在打牛奶针 而且那医生当时 是怎么跟他计费 医生当时是依据说 你要睡几个小时 那要多少钱 所以说他的大笔钱 才知道自己原来 是在做这件事情计费 可是他不知道 他冒了多大的生命风险 那我打个操 我们一般人 跨等息肚孤 可能就睡两个小时 然后这种人没有办法睡 他就要到诊所去打这个针 然后他可能也睡了两个小时 然后诊所就依照两个小时 给他收一条钱 对 但是这是非法的 我们正常不是这样用 因为正常他就用在 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 可能一些像这种 比较小的局部的手术 小的局部手术 或者是有些人 他要插管 因为插管会非常不舒服 你有一个异物在这边 他会不舒服 他会躁动 所以有时候 也会在插管病人的镇定 让他比较不会那么痛苦 然后甚至有些人 在做一些大肠镜 胃镜无痛 他们又用到这个 所以他的使用非常广泛 可是问题 可是你做大肠镜 我先打算 你做大肠镜的人 你偶尔用一次 你不会每天都在做大肠镜 你可能一两年才做一次 可是李在荣这帮人 他们是经常性能用 他们没有这个 没办法睡觉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滥用 有两种可能 有一种可能 就像这个贵妇 她觉得 我好像去诊所睡觉 当然这是错误的 大家不要学 第二种是 他们其实之前有研究发现 有些人在使用了 所谓的牛奶针 就一笔分之后 他会有类似毒品的反应 就他有一些心快感 对 所以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 可以降低焦虑的 可以镇定 他不只是麻醉 他有其他效果 那有些人 像Michael Jackson 他因为他又服用安眠药 他又止痛药 他又用这个 所以混在一起 他就造成用 可是有些人就发现说 他打了那个之后 他有类似的 像是毒品的反应 所以 那这样就会上瘾了 所以之前台湾另外一个大案子是发生在台中的一个诊所医师 他就把这个牛奶针以一针四百块卖给那些毒瘾饭 因为他们拿不到那个海洛营你知道吗 他就打 后来在诊所死了三个人 是 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是 他绝对不能被滥用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好的产品 但是他有风险 所以即便是在医疗上 他们都认为 事实上应该在医院 或者是有完整的这种生命监测 然后可以有呼吸器的地方 可是问题是 所以他本来是开刀防用的 那你在龙这帮人就是压力太大了 睡不着 就拿来当做安眠药再用 对 有些人当安眠药 有些人甚至可能把它当毒品 他是寻求那种心快感 所以在韩国为什么冒出那么多事件 包括刚才的何振宇 何振宇当时他就声称说 他是因为皮肤有很多烂痘痘 他是每次去治疗的时候 所以才打 才打这个为了治疗的时候会疼痛 所以才打 大家想说你那个烂痘痘到底要治多久 后来反正他就有认罪 认罪就罚款 之前其他女明星 像那种Bron Eyes的家人 然后他另外一个像刚才的普世言 也是 你是一美治疗要治疗多少 打个一两百次这合理吗 所以显然就是说 当时他们就认为说 你已经不是为了去医美 你是为了去打那个针 所以现在等于说 那所以说睡眠是个大问题 睡眠真的是 李再龙一定是睡不好 不能睡才能被迫 应该说他被迫选择 依赖这个来睡觉 是 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 因为在台湾之前 另外一起社会案例 是一个女的受医师 她就是因为她的同居人 长期以来都有一个睡眠障碍 所以她就私自 带着那个药物回家帮她打 后来一看 跟她睡的人 对对对 她睡不好 所以她打她睡好一点 结局就是 几次没问题 但是夜路走多了 就会碰到鬼 后来她同居人也遇到 呼吸中止死掉了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说 这个东西真的绝对不能滥用 因为即使你在一般诊所 你刚才讲 做个电波拉屏 你已经在诊所了 结果还是造成不幸事件 更何况是把她带回家里 对 所以这是冒着生命危险 在求睡眠吗 这真的是要不得的事 所以这是管制药品 这是管制药品 所以为什么三星李在龙被罚款 对 OK 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